来 师父 我师父来了 你快跑啊 快跑啊 师父 别跑了 战士 怎么 想跑啊 他只是陪我玩 过来吧 干什么 不会真的怕我活埋了吧 你觉着呢 还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至少没什么坏处 进去 师父 师父 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把他藏到杀队队里面啊 师父实在是不忍心把他杀掉 这样做跟杀掉有什么区别 阿福啊 师父今天跟你说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像这样的人偶娃娃 我们把他抓到之后 是要藏起来的 这样才保险 还有江湖险恶 人妖殊途 做妖的原则呢 就是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 也一定不能招来麻烦 像这样的人偶娃娃 你要是发善信放跑了 他就会带来更多的人偶娃娃 我不会 他会打着匡扶正义 降妖出魔的旗号 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更多的人偶娃娃不是更好吗 可是你这样抓一个藏一个 抓一个藏一个 不就没有人跟我玩了吗 没事没事 到时候师父啊 就会把这漫山遍野 都变成人偶娃娃 有小红帽人偶娃娃 小矮人人偶娃娃 灰太郎人偶娃娃 还有老妖怪人偶娃娃 大夫是 teor洁的 標创会吧 为孩子做公益 不求回报 好伟大 干嘛 尘归尘 土归土 真的要埋啊 人偶娃娃 要富土 你不会真的把我埋了吧 尘归 救命啊 救命啊 土归土 人偶娃娃 老虎土 救命啊 好痛啊 救命啊 救命啊